然後去年的這樣的認購愛心祈福蔬菜箱的活動蠻熱烈的 那因為疫情期間大概無法到廟裡面發來時時點燈 那實際上在去年的活動開始之後 我們也真正去看到有很多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基本上的活動與曹英公的聯名來認購我們的愛心公益蔬菜箱 然後即認購我們就幫你們在曹英公點一盞燈 在活動結束之後我們把這些愛心任購的公益蔬菜箱送給一些社會單位 然後弱勢團體以及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那今年我們繼續延續下去 希望替大家把這份善心跟愛心 然後造福更多需要被幫助的人 祝寶一起為北港曹甸公做這個愛心的活動 那因為善心之舉從去年就一直延續 到今年加入我們修航珠寶的加入 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沿入這個愛心之舉 然後大家共襄盛舉做更多的善心 然後為大家能照顧大家的人群 謝謝大家 跟曹英公一起做愛心 有些人不方便來的 他們的做行李不方便可以在線上點燈祈福都可以做愛心 希望在這個疫情中間大家都可以一起來落實地方 希望一些不需要的人大家來共襄盛舉 把媽祖的愛心還有我們實際的菜霸子把新鮮的蔬菜送到每家每戶 今天我們創事基金會又來 他也很感恩他們有新鮮的蔬菜 也很感恩他們今天也特別來參加 希望藉這個活動讓大家全台灣甚至全世界都可以一起來做公益 感謝大家新的一年祝大家平安喜樂 都能夠有媽祖的庇佑 咬著金的如意代表金色的如意吉祥 如意代表是重要的媽祖的重要的法器之一 代表吉祥如意 世事如意的意思 希望我們在北港朝廷宮以及我們宣傳主寶的持座 能夠帶給大家一切的順利 真意興隆成廣廣廣 不止是可以拿到納告半島的實令先書 我們更可以在北港朝廷宮在媽祖婆的庇佑之下 我們可以點上一盞燈 這盞光明燈可以指引我們在明年的路上 新的一年可以庇佑大家平平安安的 同時間這個新書箱還贈送了非常多的好禮 包含我們的黃金媽祖要抽的福袋也好 我們的平安福也要庇佑平安的 還有每一年的聯名的優惠塔都會不同 那所有的疫情期間還有那麼多的單位在幫助我們 尤其這個是民眾的愛心 以及我們的媽祖婆別心 這個蔬菜香可以幫助植物人 是一天的六餐的餐食 餐食裡面都是由蛋肉菜 魚一些我們的蔬菜來攪打成流質 然後再補充一些就是它的需要的微量元素 那這個架洗民生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的植物人最需要在這個疫情期間 減少支出再去採購我們的民生菜量用品 是對我們是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這次的活動能夠順利 然後可以帶來更多的一個蔬菜量 可以來幫助我們的植物人的一個交大流質餐食 謝謝大家 那他就點擊觸控之後 我們就會出現他這樣的動畫 那媽祖的話 我們這邊有祈福光明燈 那他就會點亮你的光明燈 那並且把媽祖的神像 就像媽祖的心閃耀閃耀的 讓他去點亮他 那信眾在這邊看的話 大家也可以知道 我們在這裡會進行像那個珠蓮 他的那個應用 媽祖的神像就會出來 這邊再轉就代表那個好運轉 轉運的意思 讓大家新年可以做一個幸福 那感謝你的點亮 那跟媽祖一向就是祭祀的精神 一起做點燈的發展心 那下面就是他的那個QR Code 大家掃描的話 就可以直接去做購買跟認購的一些應用 對